3月2日,联合国大会第11次紧急特别会议成员进行投票表决,最终以141票赞成,5票反对,35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有乌克兰等超过90国共同提交的乌克兰局势决议草案。 此外,欧洲联盟今天公布将7家俄国银行逐出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支付系统名单,预计12日正式实施,但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及与能源相关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不在其中。 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一日已先宣布将退出欧洲市场,并指出银行在欧洲的子公司正经历异常的现金流出,员工和分支机构的安全也受到威胁。 另一方面,3月2日下午,俄罗斯代表团抵达第二轮俄乌会谈举行地,位于白波边境的别洛伟日森林。 俄代表团团长表示,乌克兰代表团有望于白俄罗斯时间3日早上赶到会场,此次俄乌会谈的议题包括停火。 美国总统拜登3月1日在国会发表任内首次国情咨文演讲,主题围绕俄乌局势、通货膨胀及新冠大流行。 他首先提及俄乌军事冲突,强调美军现在和将来都不会进入乌克兰与俄军作战。 拜登说,美国司法部将成立一个工作组,调查俄罗斯寡头们的犯罪行为,并与欧洲盟友一道没收其游艇、豪宅和私人飞机等财物。 同时,美国将继续向乌克兰人民提供抵御俄军军事行动所需的援助。 拜登同时宣布,美国将禁止俄罗斯飞机进入美国领空,此举的目的是进一步孤立俄罗斯,进一步打压其经济。 关于美国当前的通货膨胀,拜登表示,首要任务是控制价格,在美国生产更多商品将有助于遏制通胀,与其依赖外国供应链不如在美国制造。 此外,拜登还承诺降低处方药价格,降低能源成本,将大多数家庭育儿费用减半,提供家庭和长期护理,经济适用房等来帮助美国家庭。 他还宣布,美国与新冠病毒的斗争进入了新阶段,白宫将开展测试治疗计划,民众可以到当地的药房接受检测,如果结果为阳性,可以当场免费获得辉瑞的抗病毒药。 首批站点将于本月启动,该计划还呼吁继续投资以改善测试和供应。 3月2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出席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为美联储半年度货币政策报告提供证词,并接受议员质询。 鲍威尔表示,考虑到通胀远超2%的政策目标和强健的劳动力市场,美联储预期在本月晚些时候的政策会议上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是合适的。 目前仍支持3月加息25个基点的计划,同时预期能够在缩减资产负债表的问题上取得进展,但不会最终敲定这一事项。 同时,鲍威尔也强调,目前美联储的预期是今年通胀将会见顶并回落。 如果通胀持续高于这一目标,美联储也准备好在未来一次或多次会议中以更激进的方式加息。 3月2日,OPEC加同意将4月份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40万桶,但谨慎的增产步伐和越来越少的闲置产能,预计无望解决当下的供需困境。 国际紧张局势愈演愈烈之际,原油价格在破百后持续上涨。 OPEC加增产和国际能源署释放石油储备的消息均被市场无视。 尽管国际能源署3月1日宣布释放6000万桶石油储备,但在2日,布伦特原油,WTI原油期货双双突破每桶110美元,续创2014年以来新高。 中国公安部决定自3月1日起至12月31日开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 公安部要求要集中摸牌一批线索,全面梳理排查侵害妇女儿童权益线索,重点排查一次被拐人员。 在福利救助、卫生健康服务、走访慰问等工作中,及时发现拐卖犯罪线索。 要建立健全举报机制,广泛发动群众揭发检举涉拐线索。 对疑似被拐卖人员和寻亲人员,要第一时间采集DNA等信息,加强信息研判,被专项行动提供有力支撑。 对失踪未成年人,疑似被拐卖被侵害妇女立即启动快速查找机制。 对失踪未成年人员,要许被拐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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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员,要许被拐